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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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向戴尔公司讨回公道 谢国庆耗费了几年时间 诉讼费 拆旅费等花了几万元 早就超过了赔偿金额好几倍 现在他的家里还保存着维权过程中使用的大量纸质材料 堆起来有一人多高 谢国庆说打这个官司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赔偿金 而是捍卫中国消费者的权益和尊严 在平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中 明确要求戴尔中国公司向谢国庆当面赔礼道歉 而戴尔公司至今没有任何道歉的举动 谢国庆说在收到戴尔公司的来行后 他拨打了信中提供的联系电话 希望就赔礼道歉一事 与该公司负责人说个明白 然而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藐视我们中国的法院做出的严肃的司法判决 目前谢国庆仍在等待戴尔公司道歉 他说如果戴尔公司一直不予回应 他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现在商家鼓吹的消费理念多多服务多多 但里面实际上藏着不少文字陷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按照三包规定 包修的意思是完全免费修理 而保修只是保证修理 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两者的区别 一些不良商家故意打出终身保修的招牌 从而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免费的终身包修 还有一些家电企业为了吸引消费者 往往会在售后服务上做文章 如即买即送即安装 延长包修时间 终身包修 终身免费上门服务等等 然而很多超三包的服务承诺 其实是颤了不少水分的 包修很可能会让消费者包上大 当下不少商品在包装上 标有纯天然 野生等字眼 以信消费者 但实际上纯天然食品 不等于绿色食品 国家对绿色食品的生产 有严格的标准 如在生产过程中 限量使用化肥农药的称为A级绿色产品 而AA级绿色产品要求标准更为严格 而纯天然物质中 相当一部分是有毒副作用的 用的适量可发挥正常作用 用的过量则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消费者切勿被所谓纯天然食品的商业炒作所误导 买50送50 买200送200等等活动 送的金额后面往往还有李券两个小字 因此这种宣传的实惠未必能全部兑现 如果没有合适的东西买 赠券将会浪费掉 如果要使用赠券 却要受到很多限制 这时才会发现 想买的东西可能用赠券买不成 接下来看水中消息 主题为携手共治畅想消费的 2015江西南昌315国际消费者全一日宣传咨询服务活动 今天在南昌市八一广场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一森 副省长胡又桃 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 省工商市场监管 物价卫生制监 消协等60多个单位 为消费者事宜解惑并受理消费者投诉 继续我们的夜行 九江市民周先生在2013年10月 捡到了一个钱包 钱包里有5000元现金 但由于搬家时 不小心丢失了施主的身份证 无奈一直未能找到施主 最近他来到当地的电视台 希望能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 没想到还真把施主给找到了 钱包是2013年10月 周先生在白水湖 琵琶亭停车场上班时捡到的 因为事发地点是一个停车场 所以周先生说 钱包的主人 很可能是来过棒的过路货车司机 每天来这里的人进进出出 他特地在附近张贴了广告 可一直也不见有人来认领 但钱包里的钱周先生一直保存着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他总觉得心里倩倩的 为了找到施主 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找到了当地电视台 没想到节目播出后 一位姓叶的观众上门认领来了 经过详细的交谈 周先生确定 叶忠火就是当年那位施主 叶先生说 由于想不起来是在哪丢的钱包 所以当年并没有报警 至于丢失的5000元现金 叶先生怎么也没想到 一年后还能找回来 苦寻一年的施主终于找到了 周先生非常开心 并敢在银行关门之前 将5000元从存折里取得出来 如数还给了叶先生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叶先生拿出了1000块作为答谢 但被蜿蜒拒绝了 新渝市雨水区城北街道的毛家村 有这么一位小女孩 面对父亲瘫痪在床 母亲离家出走 家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 正处在豆蔻年华的她 撑起了这个家庭的一片天空 今年刚刚13岁的何小青 是新渝市雨水区毛家小学6年级的学生 母亲在何小青还不计事的时候 就离家出走了 没过几年 弟弟又因为患病不幸夭折 乌漏偏逢连夜雨 2014年6月份 父亲何春根突发脑溢血 导致了终身残疾 使这个本旧遍体鳞伤的家庭 更加是雪上加霜 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 同时又不落下学习 每天早晨不到5点 何小青就要起床 给父亲烧饭 按摩 做家务 照料好父亲后再匆匆地赶去上学 她的孝心感动了周围的很多人 因为家家夫妇都有事 我也过个三岁 这个女儿子她父亲下不了床 又没有什么很多 我故意说没有哪个子 把她过来到这里问 就是一个女儿子轮到这个家 在这个部族 二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一眼望去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一家人的衣服也堆放在卧室的角落边 临近中午 刚从学校回来的何小青 没坐下来歇口气 就要开始做午饭 米饭在头天晚上就弄好了 直接拿电饭包热一热就可以了 菜也只有一个 面对记者的镜头 性格内向的何小青 显得有些害羞 就是不愿意多说话 只是一直给父亲捏捏背 忙前忙后 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 何小青在她九岁的时候 一次不小心导致她的脚部出现大面积的烧伤 弟弟调皮 然后不穿衣服 然后我爸爸就帮他穿 然后叫我去照看那个火 看一下那个熟不熟 然后一不小心 那个火就烧了我那个裤子上 我烧了 现在对你走路有影响吗 有 我就不太要说话 不幸的经历 对何小青内心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但是她的内心非常坚强 自尊心也特别强 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扛着 不开心的事情 不会和父亲说 尤其是爸爸瘫痪后 看着这个董事的小女孩 房东张细衙 不仅免出了她的房租 并在网上为父女俩发出了求援信 求援信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新于是爱心志愿者在第一时间来到了何小青家 根据何小青一家的实际情况 新于爱心志愿者协会决定会把她列为资助对象 负责她上初中高中的相关费用 这个孩子现在才13岁 那么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 是我们非常担忧的一个事情 因为现在这个孩子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较内向 何小青很爱学习 虽然家很小同时有点乱 但何小青把书本整理得很整齐 她说这些书都是她的最爱 这里能让她获得乐趣和知识 更多新闻资讯 一起来看一组野航复迪 月前在葡萄牙举行的第五届建美操 国际公开赛届2015建美操世界杯大赛中 江西师范大学建美操队十名队员 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征 收获了世界杯大赛的三枚金牌 两枚银牌 和国际公开赛的两枚金牌 两枚银牌 庐山从今天起停职 美卢别墅 庐山会议就职 抗战博物馆 老别墅的故事 等三个著名景点的门票 游客将免费游览这些景点 贵西市出台政策 新增连片造林200亩以上的 林业经营主体 除享受上级政府扶持辅助政策外 市财政还将给予每亩50元的奖励 昨天上午 易阳渔政在新疆流域 开展了今年首次 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共投放大规格 莲鱼 熊鱼和青鱼 14.2万位 此举不仅丰富了 新疆和渔业资源的种群和数量 促进了渔民增产增收 还有效改善了 新疆和水域生态环境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处罚办法 今天起正式实施 其中对于三包责任 七天无理由退货 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方面 做出了具体规定 第二轮中央和国家机关 公车改革取消车辆 将于3月18号和3月30号 进行预展 第一批将预拍车辆为100辆 发放600个竞拍号码 再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高空跳伞这种极限运动 听起来像是年轻人的专利 不过南非的一位老太太 天不服老 在她100岁生日的当天 再度挑战高空跳伞 来为自己庆生 当地时间3月14号 是乔治纳哈伍德100岁的生日 她选择用高空跳伞 这种最惊险刺激的方式 来为自己庆生 同时也为南非全国海上救援协会 募集捐款 乔治纳的家人 从全球各地赶到南非 来见证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家人的簇拥下 乔治纳准备好行装 和跳伞教练一起登上小飞机 然后从高空一跃而下 好的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看一下 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你还可以关注江西网络 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博 和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见